再挺住一下 有一個變魔術的感覺 OK嗎?好 右下方 好,最後拍到了嗎? 好,左手邊,最後謝謝 好,謝謝我們媒體朋友 文心工作人員幫我們拿一下講座 然後和媒體朋友們先打個招呼吧 媒體朋友們大家好,我是Julie 吳卓妍 Hello,Hello,辛苦了,Hi Julie 吳卓妍可以說是現在呢 人氣在這個校園裡面可以說是想到冷望 每一次去校園我想的尖叫聲 都是不是停不下來的 沒有,因為其實我第一年出來的時候 其實大家還沒有太認識我的歌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很熱情 所以到後面大家有聽到我的歌的時候 然後他們跟著唱的時候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動 然後每一次看到他們都是那麼的熱情 對我來說是最大的動力 而且我去看過 Julie 吳卓妍的這個現場演唱 就發現我本來以為 因為有這個鄉民老婆之稱的話 感覺上應該是男歌迷很多 後來到現場發現男女各半 都蠻多的 很多,女生也很喜歡 對,我也很開心 每一次可以看到那麼多女生的朋友們 那當然其實這個創作這麼多 我看其實專輯在去年發行的這個1994 依舊就是專輯之後啊 其實陸續也有一些單詞的推出 而且都還有跨國的合作 像是即將在後天六月四號 就會即將丟出一首是跟Kira One合作 Yeah,Kira One是我非常非常愛的一個韓國、美國的一個rapper 然後我在高中的時候就有聽他的歌 然後所以現在有機會跟他合作一首歌 It's crazy, so crazy 所以六月四號請大家關注一下 後天就會有這個新歌 而且其實也有另外一首的這個翻唱的歌曲 對 叫Summertime Summertime 對,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然後是日本的很厲害的歌手Wiri 然後我之前也有聽他的歌唱歌超棒 然後這一次我是翻唱中文版的Summertime 對 所以不一樣的感覺 都是在六月推出耶 對對,所以六月就是一個collaboration 加上跨國際的一個合作的一個月 單曲的一個月 對 那這樣子的話 以後都是會丟單曲嗎 因為我發現你的新歌啊 或者是混音啊 這種蠻多的話 那專輯怎麼辦 專輯現在是已經開始在著手了嗎 專輯已經開始準備了 因為我已經開始有一些想法 然後有一些歌 有那麼一點點 一咪咪的一些小感覺在那裡 所以就大家等著我 很快就會出來了 所以感覺好像你的創作能量 也是不停的大爆發 對,我覺得一開始 我出道的時候 就是一直丟作品丟作品 我覺得我要繼續這樣子 是你自己給自己的壓力 這不太大了 我是希望可以趁我現在有這個機會 這麼好的一個機會跟平台 跟這麼多支持我的粉絲們 在聽我的時候 我一定要把多的作品 拿出來給大家聽 對 太好了 因為我們華藥樂壇就是非常喜歡 有很多元的 或者是很不同的音樂風格 現在我其實覺得 現在華藥樂壇可以說 充斥了非常多的 很棒的 不管是HIPHOP還有RB 其實現在華藥樂壇就越來越厲害 對,很多很多新的歌手 今天我有看到像Karen Cissi 我超級愛她的 但我剛剛完全錯過她的演唱 我真的超超sad 我想說等一下要回去放那個replay 對,但是就是 樂壇裡面有這麼多新的歌手 真的是火花很多 然後讓華語音樂更豐富更好聽 對 所以希望今天在這個KDFM的 黑導流星演講的後台 也可以跟很多不一樣的音樂人 好好的聊一聊 希望有機會呢 也可以藉由我們這一次的頒獎 零零促成 看到你們的合作 是,一定要 謝謝景點 謝謝景點